大家好 今天我介紹的是 莲子百合桑記生蛋茶 我們有60克的莲子 60克的百合 250克的桑記生茶 6隻雞蛋 和一片半的健糖 因為這個桑記生茶 其實是健脾、抑胃、血虛、補腰 其實都頗有益 今天來說 這是一個甜品 適合4至6個人的份量 我首先介紹一下 這個桑記生茶 其實可以在中藥房已經有賣 但你不能去旺角那些專賣口罩 麵網等地方賣 一般有八指櫃的中藥房 都有賣 這裏是10多元 250克 莲子百合同樣在中藥房 雞蛋超市也有 首先 先浸了半小時的桑記生茶 因為這些很骯髒 它要浸出來 好 我們現在開始 首先 我們先把 這個桑記生茶 先浸去 用冷水浸就可以了 浸一半小時 另外這個 這個百合和這個蓮子 都要用水浸 一樣 浸一會就可以了 蓮子要浸到它 浸久一點 我們就會把裡面的蓮芯 拿出來 否則會比較苦 接著我們要預備一鍋熱水 這樣就是 4公升就夠了 因為我們這個250克的桑記生茶 大約是4公升 煮它 40到50分鐘就可以了 雞蛋六隻 我們呢 就冷水下去 記住 雞蛋 就要放少少鹽下去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如果雞蛋爆了 就不要剃了 但是變成 你如果放少少鹽下去 雞蛋 就沒有那麼容易爆 大約是煮它 10分鐘 那這個桑記生茶 就浸得差不多了 就要拿一個袋子 入住 要不然你就 然後煮的時候 煮的時候 就 弄到一嘴都一樣 這樣就 用一個袋子 將它逐一點 逐一點 入回去 到時候 就整包 拿去扔就對了 然後呢 我們就把蓮子裡面的蓮芯 拿走它 因為這些都比較苦的 其實也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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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一逐一挑走 然後呢 水就滾了 我們將那個 六隻雞蛋 都放進去 因為水滾了之後 水滾了之後呢 你放進去 就要關上這個 中火 這樣就可以了 煮它 30分鐘 好了 現在就 煮了30分鐘了 現在呢 就要把那個蓮子白盒 都放進去 因為蓮子白盒 現在才放進去 這些蓮子白盒 你煮得一久 就會化了 就變成了 就不太好 蓮子白盒 這些放進去 就煮了 大約10分鐘 就差不多了 好 那我們繼續 再煮多一會 10分鐘後再見 好了 割了10分鐘了 那我們再看看 你看看蛋液 已經變了 入了 沒有問題的了 現在呢 就放這個片糖 下去 片糖呢 我是不太喜歡太甜的 所以我就放一塊半下去 那你們看 個人喜好 那放了糖下去之後呢 再煮它 大約3分鐘就OK了 好了 這次就煮好了 你看蓮子都是一粒粒的 白盒都很漂亮 這隻蛋呢 都茶色的了 那如果你想 入味一點的 就將它浸多三幾個小時 那就真是很黑了 可以試一試那個甜度 嗯 適合我 就不會太甜的 一片半的片糖 那如果你 吃得甜一點的 就自己再加一點吧 這次這個蓮子百合桑記生蛋茶 就做完了 好了 那就 這個天氣吃都非常之不錯的 那